我国内的一个老哥跟我说 党内的高层原来的老哥跟我说 说现在共产党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叫做信仰没了 信仰危机 因为呢很多人咱不说贪不贪污贪不贪腐 他们当年也是相信共产党的 相信跟着共产党能得烟抽能有肉吃 所以呢就跟了共产党了 共产党毕竟是个信念 是个党 是老外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出来的 由列宁斯大林发展起来的 被毛泽东最后延续到中国本土化了 这么一个党 那是个虚无的信仰不代表什么东西 所以他们进来了 别管他们能力高低能不能干活 但是呢现在呢信仰出问题了 因为不再是党了 现在要求听一个人的话 要求现在把信仰从一个人 从一个党变成一个人 这个人一切都是对的 这个人连放屁都是香的 拉的屎都是香的 这个人的所有主意都是对的 这个人所有想法都是对的 敢跟这个人对抗的人都得死 就跟朝鲜一样 所以他们现在呢 朝鲜是从最开始就信任 伟大领袖金日成 朝鲜从来都是信人的 不信党 中国呢这些人曾经还是信党的 现在呢都要求他们重新去信仰一个人 所以呢中国共产党内部 特别是高层 产生了极其严重的信仰危机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 本身中国共产党内部效率就很低 部门层叠 管理东西复杂 大家责全力的划分 导致效率低 现在呢更是没什么人愿意去干了 因为这些人能走到这个位置上 甭管是副部 正部 副国 他们就不会愿意当一个人的奴隶 一个党放在那上面是个空的 那怎么做放在那还有个说法 现在变成一个人的看家狗 一个家奴 这个人说望东就望东 人说向西就望西 这些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 一大堆中共的高层官僚 是极其不愿意的 所以呢中共的官僚 就为什么包括咱们发大水 很多事都没人管 为什么现在银行出的政策 外贸的政策都是这样 为什么现在连统计局都说 我不公布了 爱谁谁 就是因为现在中共的高层自身 大量的这种干部 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不愿意干了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对啊 所以躺平呗 躺平呗 甚至于倒着做呗 就是你让我干嘛 我就干嘛 你不说干嘛 我就不干嘛 那伟大领袖200斤呢 又掌握着政权 这边掌握着维稳 这边掌握着军队 公检法 什么什么 国安中纪委 这边是军队 谁明确反抗呢 就弄死 所以既然明确反抗 现在也没有机会 公检法军队跟维稳内部 也在分裂 但是慢 因为是既得力集团 国家队为什么现在还有钱 没法做 国家队得拿大量的钱去养着 维稳的部分和军队的部分 一个队内 一个队外 这都是国家花大量钱去养着 也就是200斤拿大量钱去养着的 这都是他的两条狗 东场西场 不听话 东场西场撒出来要咬人的 那这个时候明确的武斗肯定做不了 那怎么办 这些人干了一辈子 又不愿意被人当个傀儡式的操控 特别是不愿意自己的祖孙将来 子孙将来因为自己的事倒霉 就跟当年李鸿章一样 所以咱们都知道李鸿章的事 对吧 李鸿章的事 那个时候为什么连省 最后跟慈禧较劲 最后怎么办 那就躺平 不干活了 上面说干就干 上面说就不干 不患寡而患不公 不患贫而患不军 原来是中国底层社会 现在上层也是 为什么 跟着习的人就得鸭抽 习说干嘛 像条狗似的就干嘛 就什么都有了 这能叫公吗 这能叫公吗 习派的人不管怎么贪腐都没关系 习之外的人谁干了 想尽办法给你抠出来 这叫军吗 所以底下的人散了 高层的人心也散了 所以呢 我这个老哥跟我说 说现在呢 中国最大的危机 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不是我们幸福的角度 中共的角度来讲 就是中国共产党上层 严重的大批量的信仰危机 导致大家不做或倒着做 那这种不做或者倒着做 因为不知道往下看什么希望 谁也不愿意给你一个人去天光家彩 最后做完了 输了事是我的 有了光是你的 那最后呢 就导致这个国家在面临现在各种危机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办法去解决 没有办法解决 就都看两百斤 两百斤底下养着这帮人呢 大家想想 我已经讲过了 有本事的人 真有本事 专业上 谁天天拍马屁 捧臭脚 抬轿子 吹喇叭 谁天天干这事啊 天天干这事的人 都是奴才 都不是真有本事能干活的人 所以习呢 真正圈养了大批 都是奴才 那这些奴才实际上干不了啥 能干的人全都躺平 会倒着干 这个就导致这个党 现在不管面临到有危机没危机 只要出了任何往下的招 全是臭招 全没有做 所以呢大家好好想想 我们大家还记得 那二十多条振兴民企的政策 有没有人还记得呀 记得吧 啊 那个时候共产党可是花了大力气 多少个部位跟大家聊 发改委 央行 国务院 联手 然后呢 然后就没了 为什么没了呢 因为没钱了 啊 没钱了 没钱怎么办呀 那上面开会就出主意 躺平的出主意怎么出啊 那就必须还得从民生上 拿钱啊 都没钱了 再放给他们 那不就是更没钱了 没钱维稳了 那民营企业就还得承担继续被收割 继续当替罪羊的角色 你这条执行下去怎么收割他们呀 所以这条就不做了 提的就没想着做 吹一个东西 做的就不做 股市什么都一样 所以最后你放心 底下的老百姓 待一段时间 就啥也都经历不了 就老百姓就不知道该干啥了 啊 不知道该干啥了 因为上面说的所有玩意儿都是今儿说了 放屁一样 明儿不干 明儿说了后放屁一样 因为上面出主意的能出主意的都没憋着好屁 对啊 那些底下的一些狗腿子呢都不敢出主意 全看200斤的脸色 所以呢 没倒闭很快的 这个江山这么倒起来很快 这么庞大的一个机器 啊 连运转都不运转了 救都救不了了 哪个领域什么都看不见了 所以你们就看着吧 跟大家讲讲 今年会有更精彩的 没开始呢 没开始呢 咱们往下看才有精彩的呢 那老话题能出来还是出来吧 能走还是走吧 能动还是动吧 汇率波动大不是跟你讲了吗 国家队啊 拿钱拼命往里填呀 但是基本面不支持啊 你这边死的死的很快啊 基本面不支持啊 所以你说怎么样 200斤不敢让位 不敢的 因为让位他活不了 他们全家都活不了 跟普京一样 普京现在面临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是空天军司令吧 俄罗斯空天军司令又被解雇了 莫斯科遭到的袭击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 对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就是俄罗斯本土遇见的事越来越多 不仅是那两架战略轰炸机被炸的事情 是俄罗斯本土的事情遭遇的越来越多 所以呢 这个 这个俄乌战争的最后后期结果 真正出的时候 实际上对中国也是噩梦 不会朝鲜化 我上次讲了 再说一遍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奢难 一辈子过苦日子的人 可以永远过苦日子 但一辈子 从苦日子过到特别好日子的人 再回苦日子就都自杀了 心态掰不过来 知道吧 心态掰不过来 中国就是这样 中国人现在过不了苦日子 回到朝鲜 朝鲜是没有过好日子 可一人 中国是享受过好日子 现在你再让中国人过苦日子 开个玩笑 比弄死他们还难受 所以就什么都可能干得出来了 什么都可能看得出来了 而且朝鲜是靠中国活着 大家知道朝鲜的两次粮食危机 饿死多少人 朝鲜是靠中国援助才活下来的 没有中国 朝鲜这个国家 现在是无法自行生活的 他们连人都活不下来 他们种的粮食是不够朝鲜人吃的 朝鲜人如果中国不支援 最起码死三分之一 所以那知道了 中国怎么朝鲜化 谁帮中国呀 那得比中国大多的国家 他来供养中国 才能让中国活下来 中国要变成朝鲜化了 中国谁可能养着呀 那中国人就真的要出问题了 缅北 缅甸跟共产党关系紧密 缅北跟共产党关系不多 缅甸大量的东西 都是中共去赞助和支持的 这个贪官的资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那是贪官的资产 不是习近平的资产 所以呢 到底他们之间怎么去衡量这些 矛盾和关系 你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不应该先去管海外 有多少贪官的美元资产 在海外 我们大家知不知道 中国的人民币存款里 有多少是贪污的资金呢 这些东西处理掉了吗 想一下 这个都是很多 责任都是推出来的 我跟大家讲讲 为什么爆雷一直会爆啊 中国共产党干的什么事 有没有人知道 中值是怎么倒闭的 中值可不可以不倒闭 其实我跟大家讲啊 中值原来的爆雷 正常就算是爆接不了 也是2024年下半年 到2025年上半年 中值才可能出问题 中值原来内部的运行逻辑 我因为跟中值很熟 我原来跟谢志坤很熟的 中值很多高层都是朋友 中值原来的运行模式 运行逻辑是很对的 就最起码他 如果经济好了 他甚至于可以不爆雷 但是当谢志坤死了以后 谢志坤是2022年的年底吧 去世的 当谢志坤去世以后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 就把中值接管了 就把中值接管了 这也是毛阿敏 为什么不接中值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接管了中值以后 就什么都不让中值干了 所有的这种融资 所有的市场规划 所有各种行为 都通通听中共的管理 跟中共的统一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市场效率 大家都知道的 实际上中值 我跟大家说 中值的危机 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接受以后 直接导致的危机提早出现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明白了 为什么习不行选习 看看我上次聊的 一样 我也不行 我也狗屁都不是 我怎么就能进航天 就能不入党 那么年轻 当初级干部 能当部长的助理 就为什么 锐小五是谁 有时间去查一下 瑞幸文的儿子小五是谁 我不说小四小杨 对吧 他为什么能在航天 后来去航科当了董事长 对呀 就真的有人去查一下 就知道 中国在很多官职上面 不是因为 你 行 而是因为你是 谁的孩子 你是哪派的 知道吧 谢谢大家 今天要听我瞎嗶嗶 花这么多时间 浪费大家时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